走夜市摊上去结面 一个三轮车摆个摊 做一个特色的面食 生意也不差 干货却拿走 摆摊也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 夜市摊上生红火的马勺剁椒面 剁椒面剁椒面 口味上的特色 那就体现在这款剁椒扫子上 我需要葱姜蒜 以及芝麻粉 做一个辅助搭配 使这款剁椒扫子 香得丰富 你看用到的食材就这么简单 那下做好 下锅的先后剩序 以及火候 那就是关键 炒至之前 先把剁椒里面的水缝 给它控干了 控干水的剁椒 记得千万不要再去清洗 不然的话 把剁椒本身的风味就降低了 锅内熟菜子油 再加一些猪油 开火 先把猪油融化 做面食 有动物油的油香味 和味才厚重 才香 烧度融化后 保持小火 先下葱姜蒜 不轻的推动锅脊 慢慢炒 让葱姜蒜末的水缝蒸发酵 小火炒成这种干黄色 香味也足了 融到油里去了 再下入控干水的剁椒 继续保持小火 不轻推动 炒着 让剁椒里的水缝也出一出 把它的香味 提出来 你看 随着水缝的蒸发 锅里的油会越来越清亮 香味也会慢慢慢慢的 出足了 提足了 这个时候 加入熟芝麻粉 不只是为提高香度 还能使这块剁椒哨子 粘稠一些 只有剁椒哨子粘稠了 才能挂到每一根面条上 让客人吃到的每一口 都有剁椒哨子 本身 独特的香味 最后加入蚝油 把鲜味也补足 鲜味给足了 剁椒哨子吃起来 后味就没那么糟辣 脚用后 胸素关火 这样用它拌面 才耐吃 舒服 三龙车摆摊 台面只有那么大 如果咋调味的料碗多辣 台面蘸完了 那再拿撑面呢 那怎么解决 台面上这七叠子八碗的调料碗呢 整合一款调味汁 就解决了以上的烦恼 而且它还能提高出菜效率 做到口味上的统一横进 做半面的调味汁 少不了这盘香料 用清水先把香料清洗干净 去去灰尘 降降药性 撕进开水下清洗干净的香料 小火熬一熬 你看 盛中淡淡的绿茶色 香料的香味也足了 赶紧捞出香料 千万不敢熬过了 不然中药味就出来了 接着调入卤肉的汁 酱油 呛熟的醋 调入盐 搅一搅 风料融化 各种调味融合 然后关火 出锅田 记得加入鸡精味精 再次趁热 搅一搅 搅到风料融化 这块调味汁制作完成 具体的比例 我切在屏幕上 方便朋友学习 你看 整合人这碗调味汁 生技法多了 马勺多浇面 拌面的调味汁 多浇烧子 陕西人的醉油 这三样准备好了 提火 出汤 准备好的面 竹条分开 刷上油 防止下锅后粘连 把两头整齐了 整起来 两手托住 上下翻动 把它追开 面头交合 手打到中间 继续提起来 摔 挂到小拇指上 打到中间 拧一下 摔 挂到无名字上 打到中间 继续摔 再挂到中子上 打到中间 再摔一摔 让面条更细一些 九角面头 开水扇面 面条飘起后 下把青菜 趁着煮面的功夫 马勺里打一个碗底 多角扫子 满满的一勺 要够味 油泡辣子 美美的一勺 煮熟的面条 老顶马勺 拌面的酥扫子 少不了 搅一搅 拌一拌 上锅铁 记得 加个卤蛋 来个鸡腿 这样 椰丝上 年轻人的最爱 马勺多角面 制作完成 面条 净倒 赖焦 多焦 够味 解餐 白菜做面食 调味 一定要学会整合 不能影响你 撑面 出餐的效率 而且 做出来的口味 还不错 有特色 今天的教学 就到这里 关注我们 学习更多 专业的小吃 创业技术 咱们下节课见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 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 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专享 视频业务 叫做 品诺 餐创 用课堂 在这里 您将学到 更为专业的 详尽的 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享视频 全都是以开店 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 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 清晰 准确 包含 设备采购 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 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 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 偏家场 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 想学习更专业 更系统的 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 订阅我们的会员 专享视频 每周更新一期 最后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注 Thank you 对我们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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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谢谢大家